1加9系列获标配4500环时电池 支持65瓦快充附赠充电器 根据此前媒体透露消息 全新的1加9系列旗舰 很可能会在3月前后与大家见面 至少将包括1加9和1加9 Pro两款机型 将搭载骁龙888旗舰平台 并有望将联合哈苏相机共同开发相机的方案 以提升手机拍照的成像效果 现在有最新消息 记忆外观和部分配置曝光之后 近日有爆料达人进一步带来该机的更多细节 据海外知名爆料达人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 全新的1加9系列将至少拥有1加9和1加9 Pro两款机型 均将内置4500环时电池支持65瓦快充 同时得益于基于5纳米工艺制成所打造的 骁龙888旗舰平台 该机在功耗上相对于前作有大幅提升 配合更加节能的屏幕 足以满足用户的日常使用需求 两方面根据此前报告的消息 全新的1加9系列将至少包括1加9和1加9 Pro两个版本 其中1加9正面采用了直面打孔屏设计 而1加9 Pro则沿用了曲面单打孔屏的设计 搭载全新发布的高通骁龙88旗舰芯 前置索尼3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后置双4800万像素摄像头 搭载索尼MX689承感器 另外还会配备一颗超广角镜头和一颗微距镜头 此外1加9 Pro还将支持65瓦闪充 以及40瓦无线充电 支持双立体声扬声器 并将引入IP68级的防尘防水 推动使用剧场